2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是许多人的梦想 苗栗县院李正一位陈姓董事长 在退休之后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梦想屋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现场看看 这栋山明水雄的美丽建筑吧 这栋别致优雅又充满设计感的货柜梦想屋 这位在苗栗县院李正 130县道旁的山坡上 从事传统制造业超过40年 已经事业有成的陈新鸣先生 虽然已是亿万富翁 但是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那就是远离成销反扑归真 打造一栋取名为举木农庄的休闲货柜梦想屋 规划了属于自己的梦想小天地 我想我改这个所谓经过设计的货柜屋 主要是我把我心中那种理想画在纸笔上面之后 经由专业的设计师 专业的设计公司来完成了这个非常有造型 非常有意义的货柜屋 其实货柜屋的玩法 它是可以变化好几十种好奇百种的 而这个货柜屋我是运用它的比较有童真的色彩 等于是有一种那种童趣 然后再经过附近树木的植栽 还有它的方位 你会得到一种设计的那种美感跟所谓自己的成就感 个性积极又好客的陈兴明说 其实他设计的货柜梦想屋 还融入了五行跟太极的学历 另外都以优雅的S型来呈现 整栋房屋的造价才花了三百多万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但是他可以把这样简单 有优雅的生活理念 分享跟推广给更多的人 环境决定了说你要造的房子 是要用什么材质 但是现在的房秀 还有一些所谓外观的涂层 它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你在其他的山上河边 你主要不外乎就是造型 颜色材料 所以说如果各位如果喜欢 在自己的地 在一个属于拥有自己的小天地 你想盖一个或许是大 或许是小的一个空间 那我或许可以帮上忙 走在卷木农庄的庭院当中 陈兴明说 这里海拔三百多公尺 夏天不热 冬天也不会太冷 徐徐的山风吹来 夹杂着芬多金跟远方台湾海峡的味道 陈兴明说 这一份心旷神怡的舒爽 简直不能以言语形容 走过人生起起落落的岁月 每天面对纷纷扰扰的纷争跟吵杂 倒不如回归最单纯的原野 找到一份最真实跟悠闲的健康与快乐 记者陈文旭 刘亦伟 王瑞彤 苗栗报导